大家好,我是岩寶江,欢迎收看收听财经测局 今天的题目是 《北上消费令零售巨头处境艰难,结业潮连内恐惠加速》 《基本法》23条终于完成立法 很神奇大家看到的第一件事并非与法例有关 反而是在23号刊见当日 港人出境及北上数字离奇地创出新高 估计到负货借长价,数字更会进一步攀升 多了人北上消费和23条有没有关系呢? 我只是知道在坏的日子走开一下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北上消费增加一定和人民币急跌有关 因为大家消费会更加便宜 23条立法之制人民币又突然急跌 可以想象的是本地消费市道是屋楼兼逢年夜雨 由农历年后多家本地零售商铺和食店陆续结业 包括中信太富旗下 近40年历史的大仓食品将全面结业 关闭28家零售店 就连各有企业华润都将香港的连锁超市 只要求门店关掉一半 食店方面过年后亦陆续有连锁的酒楼和冰室结业 有餐饮业人士更加悲观估计 会有3000间食市陆续结业 由于刚刚是上市公司的业绩期 我翻查了几个大集团旗下的零售业务 都是显示在去年全港复偿的一年 大部分零售集团的业绩都未见改善 部分甚至被疫情前期间恶化甚至亏损 当中除了汇率因素 本地的零售经营成本 包括租金和薪金都远高过内地 或者正如行动集团董事长 陈启宗的临别正宴 说随着越来越多港人北上消费 将带动租金水平下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 香港和大湾区的楼价将会吹通 长实和长和早前公布的全年业绩 市场焦点都放在主席李泽说 千万千万不要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之外 集团的业绩也远远预期 也触发系内股价大跌 当中作为集团零售旗舰的屈臣市业务 并未因为本港零售恢复增长而有起息 在2022年的收入下跌两成三之后 这个包括百佳、屈臣市的全球最大 国际建保和美容零售商 去年的收入仍然下跌6% 品重多价格低的娱乐和餐饮 吸引了创纪录的数量香港居民 涌向内地消费 包括祥和、怡和和恒基地产在内 几个香港富豪家族旗下的集团零售和餐饮都受到冲击 另一个怀之集团恒地的经营利润不及分析师预期 当中百货商店和超市的利润同比下跌了4成2 而另一个传统英资机构怡和的百货部门 盈利亦都比前年减少了一半 他们经营着香港最大的连锁超市维康 健康美容零售商曼宁 而我表明由于港人北上消费成风 尤其是在周末 严重损害了集团的生意 至于另一分支在香港经营仪加加斯 去年盈利亦都大跌了6成 原因就是与疫情期间港人购物习惯改变 以及楼市疲弱影响的需求 同属仪和系内在香港经营的迫乘客 和肯德基的仪和餐饮 去年更加陷入困境 变成去年要亏损1,500万美元 可能是仪和系内唯一的意图就是近年争议不断 持有五成股权的美芯集团 而美芯应佔的盈利按年上升了1.07倍 去到7,900万美元 换言之以整体计 即是美芯去年实际是赚1.5亿美元 但实际盈利仍未能重返2019年 反修例运动前的水平 大集团一般有较红厚的实力 在零售层面较少财政压力 甚至往往可以做到疑本商人 但去年的业绩仍然是惨不忍睹 而规模较小的零售集团 可想而知更加是艰苦经营了 好像是经营良茶饮品 和传统食品的洪福堂 去年就由盈转规 全年蝕3,400多万 集团表明 隔于香港的零售业 復甦缓慢 将会关闭 几间表现较显佳的分店 至于在2019年 被国企招商局收购 而更改会计年度 只能公布9个月计业绩 与前一年 全年盈利相比下跌了3,600 而且毛利率几乎没有增长 至于另一个极端 就是在2019年 被外界视为黄店的HKTV Mall 和罪覆流 业绩就出现较大差异 其中罪覆流去年赚多1,300 至于过几年 因为疫情 令网上救密 业绩就出现较大差异 成行的HKTV Mall 它的上市公司 香港科技探索 去年顺利大跌了7,800 而行量销售指标的 订单总商品交易额 GMV 去年只未升到1.8% 副主席王维基说 HKTV Mall的客户 以中产为主 北上消费对平台的影响不大 但仍至于未来一至两年 要紧实面对 至于图表上列出的大家乐 大发活和翠华 由于仍未公布全年业绩 但是中期盈利就显示 大发活和翠华仍要倒退 至于大家乐 尽管上半年业绩不错 但管理层说 由于北区较往返内地方便 港人北上消费 对公司的当区业务 影响也较为明显 翻查统计处的资料 尽管通关復常之后 令事业的总销货值年升14个月 今年1月的零售金额更达到365亿元 是福尚以来最高 但安年升不够1% 软迅市场预期 也是14个月以来最低的升幅 而且同2019年1月零售业消货值 当时的高峰达到481亿比较 至于另一间大型超市集团 亦由去年的100间分店 可能逐步减至22间 相信陆续有零售商调整业务 甚至像大昌行一样 结束门市业务 几年前中央提倡大湾区融合 提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构 但几年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 外资失去了对华投资的兴趣 作为食四方饭的香港失去了作用 结果是并没有便利了商务人员来往中港 不过多得硬件建设 包括高铁、港珠澳大桥和更多口岸 缩减了港人北上消费的时间和车程 才能带动北上消费的热潮 但必须要接受的现实是 港人北上享受便宜价消费好处的同事 亦都要面对北面的挑战 本港的食肆和零售业 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唯一的出路只有透过租金 和员工薪酬差距的调整 即是减租、减薪才是唯一方法 但这个对大地产商以至小市民 是不是都愿意承受这个沉重代价呢? 恐怕这是2024年大家必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今集说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会 下星期再会